不過現在我們關心一下這個疫情趨緩了 所以是不是境外人士都可以紛紛來台了呢 交給燕穎 好的 玉琴 其實要來關心的是 在今天有好多人 好多爸爸媽媽跑到了疾管署前面求情 原因是因為他們的孩子還困在對岸 回不來 主要還是因為在2月初的時候 那個時候疫情大爆發 結果呢 暫緩大陸人士來台之後 本來他的爸爸媽媽因為是台灣人 又或者是有台籍的這個身份證領到了 所以可以回來 可孩子呢 是擁有居留證的 卻因此而回不來 那個時候還記得嗎 很有名的一句話叫小明的故事 2月11號陸委會主委陳明通 他講了一個小明的故事 他講說現在爸爸基於人權 我們考量讓這些陸配的子女 能夠一起回來台灣 可是因為在民進黨政府裡頭 以及社會輿論上頭很多人有意義 所以馬上2月12號短短一天的時間 就撤回了 結果就從2月一路到了現在 他們都還沒有辦法回到台灣 而那個時候除了小明的故事之外呢 也有很多人問到了我們的指揮官 陳時中 那時候陳時中還講了 說其實國籍明明就是可以選擇的啊 如果當時你們的爸爸媽媽 選擇了對岸的國籍的話 那麼現在回不來 應該要自己承擔 整體事件因為孩子還回不來 受教權受到了影響 所以呢 他講話了 台北市的市長夫人陳佩琪 其他同時也是小兒科的醫師 他表示說 現在小明還沒回來 難道台灣的防疫容量真的不足嗎 還是說政府有其他的考量 特別是在現在疫情趨緩之後 我們政府也開始討論 放寬商務人士的往來 或者是境外生的限制 那麼現在留在對岸的這一些 小朋友們有沒有辦法 回到台灣來上學 跟他的爸媽團圓 今天有孩子錄了影片 他們家長也組了自救會 要去成行 我想問媽媽 我想回去對岸 這名短髮少女穿著紫色上衣 因為想媽媽髒到哽咽 還有這位小女童也是想回台灣 我想和爸比媽咪在一起 我想回家我愛台灣 小女孩穿著睡衣 拿著自己畫的愛台灣圖 在鏡頭前表達想回台灣的心情 我好想好想回家 請陳伯伯和蘇伯伯 讓我趕快回家謝謝你們 這些目前滯留在大陸的學生 孩童們更拜託陳時中 以及蘇貞昌幫幫忙 因為將近半年沒回台灣 非常想念家人 而家長憂心的還有這個問題 這期的學位都重要了 而且他在大陸並沒有什麼學期 他也沒有辦法在那邊進學 因為學籍在台灣 這些學生無法在大陸讀書 學業已經中斷一學期 好 學籍呢在台灣 所以到大陸這一邊 雖然一直在那邊滯留 可沒有辦法念書 受教權受到了影響 爸爸媽媽更是想小孩 所以他們組成了一個 台灣製路孩童父母自救會 這群小民的爸媽今天直接到 疾管署來成情 甚至有人講到聲淚俱下 我的女兒 雖然是大陸國籍 但是她也是 配合移民署 相當規定 等著拿台灣身份證 我的女兒很喜歡台灣 她非常愛台灣 我的女兒就是一定要回來台灣讀書 我的女兒在台灣 從幼稚園讀到今年高中了 她現在等回家 小孩子還小 每次都問說媽媽 我什麼時候還回來 我真的很難過 我都不知道怎樣回答我的孩子 你們為什麼要把我的小孩 跟我這樣子兩地分割 你知道 我是一個癌症患者 我已經得了癌症第三期 別再為難我們了 好不好 求求你們 求求政府 求求政府 讓孩子 讓孩子回到我的身邊吧 求求你了 我的孩子很無辜 她沒有辦法申請 掙起她的殊生地 她沒有辦法 她只有 等待 等待 等待你高抬跪手 求求你 讓孩子回來吧 求求你們了 別把 別把小孩子擋在外面 小孩子很害怕 好媽媽講到 聲淚俱下 甚至都跪下來了 最主要是希望 讓孩子能夠回到她的身邊 其實現在在後疫情時代 發現 確實 我們也開始要開放 包括今天宣布的 商務人士 從下個星期一開始 可以有條件的開放 雖然來到台灣之後 可能還是必須要先做安全的檢疫 但是呢 可以5天或7天 這樣子的一個選擇來放寬 但現在 除了商務人士之外 進外申返台 也有了新規定 首先呢 他們分出的是 用低風險國家 或中低風險國家地區為優先 同時是應屆畢業生可以先回來 而如果你能找到防疫旅館的話 那也是先優先的 除了符合這些條件之外呢 他還會有一個 回到台灣之後的 標準作業SOP 是必須由學校方面 來提相關的名單 然後經由教育部確認之後 再去查 你去做哪一班 來簽發相關的簽證 抵到台灣之後呢 會讓你到單一的櫃台去報到 之後直接送到防疫旅館 剛剛講到了這一次呢 有11個低風險國家地區 是可以開放先來台的 其中包括了今天 疾管署方面 這個宣布的 越南 香港 澳門 泰國 帛琉 澳洲 紐西蘭 汶萊 還有斐济 蒙古 布丹等等 這些低風險國家地區的學生們 他們可以先回到台灣來 當然也希望能夠在暑假之前 甚至能夠參加上 跟他的朋友一起去做 畢業典禮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特報 我們把時間交換輿情 我們把時間交換掉 他說明會不會保持